伯母 谁呀 狄府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深更半夜的 你们想干嘛 在下段无涯 凤狼牙王之命 请夫人到伯州做客 雷三款 雷三爷 雷三爷 此处就是歹徒行凶的地方吗 是 此处是福州与汝阳的交界之处 驻于三不管地带 常常有打架结舍的盗匪出没 你怀疑这是盗匪所为 不不不 卑职认为此事并非盗匪所为 因为钦针刘大人身上的金银财物 均没有被拿走啊 大人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由此成轿而行 至汝阳驿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最快也要三个时辰 也就是说到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尸首保存在什么地方 官兵的尸首已经就地掩埋 秦寨刘大人的尸首 卑职不敢擅自做主 线下存放在汝阳县衙的炼尸坊中 去县衙 把尸首翻过来 是 好 由此一刀足以丧命啊 是啊 奸差大人与数十名护卫 虽然与歹徒进行英勇搏斗 此乃狼牙王手下将士 均是骁勇善战之人 刮不敌众 刮不敌众啊 你怎么知道是狼牙王的人呢 除了他们 谁会有如此胆量 是 只是可惜了这些本不该死的人呢 成了 成了 此番狼牙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那狄言杰呢 皇差遇刺是天大胆子 除了敌人节 谁还能破得了啊 也就是说 只要他去了汝阳 就等于进了虎口 想全身而退是不可能的 不 不是不可能 而是他根本就没有机会了 他两次坏了狼牙王的好事 狼牙王连吃掉他的心都有了 大人 您怎么又吃上了 您不是在县衙中吃过了吗 官场的饭吃不饱 这还不到一个时辰又饿了 你也来这儿 我可不想吃了 怎么样 查过了 刘大人被害之地 名叫花子坡 花子坡 就是说再有钱的人经过那里 也会变成叫花子 确实是匪道横行之地 由于是三县交界之处 所以富州汝阳统领 谁家也懒得管 你觉得尸身上的刀痕 是官兵所为呢 还是盗匪所为 看不出来 官兵所用的兵器 盗匪也有 不过依我看 不像是盗匪所为 一般的盗匪 只结财物不取性命 你只要老老实实留下财物 便能确保性命无忧 大人 大家不都说是狼牙王所为吗 我看啊 就是他 证据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要证据 只杀人不取财物 这就是证据啊 大人 我听说 那狼牙王麾下的士兵 纪律严明 大多能在金银面前不为所动 我们刚才看过 一万两黄金与十万两白银 竟然分毫未动 狼牙王为何要这么做 嗯 他刚刚在旧太子的事情上 栽了一个大跟头 按理说 应该安分几日才对啊 再说了 钦差这次带来的不是军队 而是金银 不是宣战 而是安抚 这么一件大好事 他何乐而不为呢 就因为旧太子的事情失守了 就恼羞成怒 以杀钦差来泄私愤 那要完全应该选择一处 与己无关的地方 为什么偏要选在自己管辖的地方下手呢 人急了 说不定会干出蠢事来 好 就算是狼牙王 他气昏了头 钦差难道也这么糊涂 大人此话怎讲 咱们就说说钦差刘一文 出事前他们曾经路过一个驿馆 当时天色已近黄昏 本应该住下歇息了 为什么还要往前走 他不知道前面是三部馆的花子坡吗 钦差刘大人原本计划好 要在富州留宿 下官连房间啊都准备好了吗 就在吃饭之时 突然接到了一封信 说 狼牙王已在汝阳设宴 恭候皇差 所以 他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书信确是狼牙王派人送来的 是 你认识送信人 认识 确实是狼牙王手下的信差 从此往前二处一礼 就是盗匪出没的花子坡 你没有提醒刘大人吗 下官说了 可是刘大人说 既然狼牙王设宴款待 如果不到的话 恐怕会失礼 所以就走了 他们带的是什么 是金银 就不怕出事吗 才不走业 这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啊 咱们堂堂的钦差大人 会不懂吗 黄金万两 白银十万两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这么简单的一桩凶杀案有如此多的破绽 你不觉得奇怪吗 大人 大人 我看 咱们还是早点将案子结了 也好 尽早回洛阳 哪有那么简单哪 小小一个汝阳县 案情会有多复杂呀 依我之见 那县令就很可敌 他可是狼牙王的七弟 大人 汝阳县令被杀了 大人 怎么回事啊 大人 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起来 你在这里当差多少年了 三 三年 这是汝阳县令吗 他 他 他是携带知府宫门来的 说说我们老爷司同叛逆 被隔职查办 他是来接任的 那他死前一直在后堂吗 是 有什么人进过后堂 是狼牙王的人 狼牙王的人说了什么 这 这 我替你说 他说 下一个就要轮到敌人节了 是不是 是 大人 我现在明白了 有人打着狼牙王的旗号杀人 然后再嫁祸给狼牙王 不仅是嫁祸给狼牙王 恐怕也少不了我敌人节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 这个案子破与不破都不重要 只要能将我敌人节引到伯州来就行了 为什么 那些制造麻烦的人也都知道 太后不会相信 狼牙王能愚蠢到公然来杀害 御命钦差的地步 所以他们的目的啊 应该只是引我来伯州查这个案子 只要我来了 他们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 我还是不明白 我已经不止一次阻止了狼牙王 我已经拯救太子的计划了 狼牙王能放过我吗 大人您是说 他们是想借狼牙王之手除掉您 其实现在 制止狼牙王杀钦差也没那么重要了 我就是那第二个钦差 已然是狼牙王砧板上的肉了 一旦狼牙王杀了我 朝廷兵马就将挥尸而至 一场大战无法避免 借狼牙王之手杀我 再杀狼牙王 一旦两鸟一箭双雕 这案子看似简单 其中图谋可真是莫测高深哪 帅子 大人 你带弟兄们回京城吧 烦请李多座将军向太后禀报 就说钦差遇刺一案 暗中有案 那您呢 我呀怕是回不去喽 好 敌人杰就是敌人杰 果然聪明过人 我知道你的暗器功夫不错 不过你最好不要乱动 否则你们都会变成标靶的 端将军啊 敌某出道伯州 你就这样招待客人啊 敌大人 如果你还想让你的手下活在世上 就必须听我的话 好啊 那就放他们走 我留下 大人 你们四个好生保护大人 别伤害他 你最好将我放开 你放了他我就放了你 大家互不相信 放不放我说了不算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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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断乌鸦 你也是堂堂的大将军 你 你为什么做事如此卑鄙啊 敌人杰 最好让你的手下老实听话 否则 我们无法保证你夫人的安全 你 你 要我怎么做 骑上那匹马 出了大门向右往 一直朝前走 出了汝阳城之后 我们自然会有人接迎 如果你胆敢爽什么鬼把戏的话 谁也别想活着离开汝阳 好 我答应你 但你必须先将我手下地久和我夫人放 现在跟我谈这些条件 现在跟我谈这些条件 恐怕为时过早 我拉底大人 你 好 好 但你最好是掩而有幸 大人 驾 游泳 水 快 快 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段乌鸦 狄大人 我伯州的兵马如何啊 我伯州兵强马壮 粮草充足 有此威武之师可能保一方平安 你把我的夫人放 有什么话跟我说 放不放你的夫人 我说了不算 狼牙王说了算 不 你狄大人说了算 大帅 狼牙王 狼大人一路心口 有识远迎 还望恕罪 不敢当 我夫人能够成为王爷的座上宾 受宠若惊啊 狄大人 请吧 先见我的夫人 你 段将军 末将在 带狄大人去见夫人 是 狄大人 请吧 狄大人 京城看守李贤太子呢 也不过百师与人罢了 我用如此多将士为夫人保驾 这也算对得起你了吧 即使一个人没有 他也不会跑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敌人节的老婆 夫人 przyput 夫人 你真是受委屈了 憤怒 u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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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不住的兄弟 剑马于用 大帅 给郭相爷的信送出去了吗 大帅请放心 信使早已出发 好 万事具备只差太子 我们就可以起兵了 至于狄仁杰这个人 大帅 将他交给末将 有他狄仁杰气不成声的时候 你以为狄仁杰那么好对付 如果说当机世上还有一个 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这个人就是狄仁杰 真好啊 若不是狼牙王 咱们夫妻俩还真没机会这样 在一起安宁片刻啊 照您如此说来 我应该感谢他才是 是啊 夫人哪 其他官家的夫人 要么要么跟着正金正银 要么正仇正断 你跟着我竟正倒霉了 不是长夜孤灯 就是担惊手帕 难为你了 大帅 早就想请狄大人到博州来做客 一直没有机会 今日总算有朋友帮助 了却了本王的心愿 承蒙抬爱 蒂大人 我的手下不太懂朝廷的规矩 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 还望你多多见谅 有话直说 好 蒂大人直言快语令人敬佩 既然都是爽快之人 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邀你前来 是想请你帮本王一个忙 从成都府到洛阳城 你两次坏了本王的大事 本王的手下对你十分不满啊 当然了 不满归不满 毕竟还是能够理解 各位齐主吧 李登尽心竭力 李登呢 什么叫各位齐主啊 你别忘了 大唐是李家的大唐 不是武家的大唐 李家的武家的 什么叫大唐 老百姓叫大唐 只有一个大唐 李前太子遭奸人陷害 弃血蒙冤 是天下共知的事 非也 这树林之大 怎能不出几棵病树 只因为这几棵病树 你就要罚掉整个树林 天杰 休要多话 交出太子 我们自可免你死 不然的欧王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端将军 今日请你前来 并非要跟你讨论军国大事 我只想救一个人 你也是李堂的旧臣 我想这点同情心 你还是有的吧 李某此次来博州之前 特意拜会了李贤太子 太子特修书一封给你 你自己看吧 这是什么意思 据迪某理解 太子的意思无非八个字 彼此交好 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 还是有人故意冒出汝阳县令 暗中刺杀钦差嫁祸于我 你说 这是以和为贵吗 你既然知道是嫁祸 为什么还要上这个档呢 让开吧 李贤太子这封信 可谓是一字千金呢 常言说 兄弟如手足 百姓如父母 这手足不可断 父母不可辱 还是那句话 多行水涨船高之善 莫作水落石出之举 无水则无粥 无洞则无防 无百姓则无天下 敌人杰 你少说这些废话 赶紧给你妖狐写信 让他拿李贤太子来交换你妻子 这是先皇所说 你敢说这是废话 荡牙王 我再提醒你一次 你要交换的可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场战乱呢 我们有十几万虎狼之士 难道还怕你不整 狄某曾经说过 肝脑涂地 也要力保李贤太子的安全 今天我再加一句 粉身碎骨 我也要立足这场战乱 狄大人 你是属猫的 有九条命 大帅 杀了他 狄大人 本王从来不杀手无寸铁之人 但是 你若将本王逼极了 未尝不可 获利一次 我听说狄大人是个有情之人 爱自己的儿子 爱自己的夫人 只要能让五妹娘放了太子 本王 就放了你的夫人 真没想到啊 堂堂一位大元帅 竟然做这些小人的狗蛋 本王是跟我妹娘学的 她不是一样的 将贵公子接近宫里了 是吗 殿杰 本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狼牙王 你要还算个男人的话 就把我夫人和随我前来办案的兄弟给放了 你不就是要个人质吗 我留下来给你做人质 多说无用 立刻给我妹娘写信 只要她放了太子 我立刻放你的夫人 太后若不答应呢 那就要赌一赌 你第一大人的运气了 我知道 你是个不怕死的人 可是 你舍得你的夫人吗 你舍得你的夫人吗 舍不得 好 立刻求书 笔墨伺候 来人 笔大人 请吧 怎么 还是不想写 是对自己没信心 还是对五妹娘没有信心呢 你跟她安前马后出生若死 她这点面子总会给你吧 还这么说 我知道了 让我一个人 зан erklären 夫妻就自定了 丁姐 我给你时间考虑 要么放了太子 要么损你妻子 你自己定吧 来吧 你真的不愿意协心 看来你是真的不怕死啊 怕 怕 既然你怕 为何还要来呢 狄某使得是朝廷的风怒 看来五妹娘有你这样的人在身边 实在是她的幸运啊 可惜啊 像我这种笨人 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 你这种笨人 我看你了 这是一个小车 我叫你去哪里 我叫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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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到哪里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帝大人 其实你也知道 不管钦差是不是我杀的 这个罪名我是背定了 人无眼 天有眼 这世上有公道 公道 你说李贤太子现在的处境 算是公道吗 你这样做不是在帮李贤太子 狼牙王 邪天子以令诸侯不明智啊 帝大人 你好像在教训 实话实说而已 帝大人 你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 过奖 说实话 我真舍不得杀你啊 谢谢你的关爱 帝大人 你知道我是马上之人 亲手杀过无数个对手 虽然有时也感到惋惜 但是 从来没有过遗憾 我劝你还是少杀些人 帝王争霸 乃为楚歌 不该打的别打 不该杀的别杀 好 夫人 你怎么进来的 夫人 傻子以前是干什么的 这还难得倒我 夫人 咱们走吧 去哪里 跑啊 那老爷怎么办 夫人 现在是能跑一个是一个 狄大人的事情 我在想办法 咱们先走吧 我不走 为什么呀 功不离破 乘不离驼 要走 我们一起走 要死 我和老爷一起死 你 李大人 这是段将军亲自为你调制的 喝了它 你便可以走了 傻子 替我带你快走 夫人 狼牙王既然将我请到这里 我岂有不辞而别的道理 夫人 你想过没有 狼牙王是想利用你 来要挟狄大人 老爷是那么容易被要挟的吗 夫人 曬子 你知道何为夫妻相吗 夫妻相相夫妻 有什么样的丈夫 就有什么样的妻子 曬子 快走你的 别管我 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 夫人 再不走都来不及了 你赶快走 别管我 夫人 我们走吧 我有一个请求 请讲 立刻放了 立刻放了我夫人 和那些同行办案的兄弟 我最后送给你一句保命的话 不要轻易起兵 这个 就不劳你多虑了 谢狼牙王赐酒 是 进来 站起来 是 带你来 夫人 骰子 李大人 在我狼牙王的军营中 还没有一个人能逃得出去 当然 死人就另当别论了 狼牙王 你出尔反尔 我答应放你 并没有答应放他们 当然 如果 你愿意修书的话 卑鄙 等等 你就是狼牙王 是你将我绑到这儿来的 不错 给狄夫人送绑 不必 狄夫人 请坐 不用了 站着说话 气顺 狼牙王 你将我请到这里来 就是想拿我交换李贤太子 狄夫人 狄夫人 你很聪明 如果我丈夫他不答应交换 你就准备杀了我 狄夫人 你的丈夫 也很聪明 他要是聪明 他早就将李先太子给放了 还用等到今日 他要是聪明 就不会明明知道有人要害他 还要跑到伯州来 为你这个狼牙王洗冤去 我看他一点也不聪明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傻瓜 夫人 闭嘴 狼牙王 你给我听着 我丈夫傻归傻 笨归笨 但他是个忠臣 那种杀人害命 伤天害理之事 他做不出来 你不就是想打仗吗 有了李贤太子 你不就可以师储有名了吗 你有没有妻子 有没有孩子 你就不怕刀枪无眼 要了他们的命 你大胆 你闭嘴 这还叫大胆 本夫人比这更大胆的 你还没有见识过呢 当家的 他们逼你了是不是 他们逼你拿妻子 换太子了是不是 放羊的 吓唬割草的 酿酒的 欺负酿醋的 这天底下还有没有公理了 当家的 你给我听着 咱不是那种怕死的人 但咱就是死 也要伺出个名堂来 躺要躺得直 战要战得直 让小小的一个狼牙王叨叨几句 也不算什么 就是让皇上太后叨叨几句 也不算什么 可是要让全天下的老百姓 都指着你的脊梁 骂你是个奸命 骂你是个小人 骂你是个吃人犯章 够丫的东西 那就抬不起头来 不光是你抬不起头 你的祖宗八代 儿孙后代 都抬不起头来 帝人姐 你照顾好我儿子 夫人 狄夫人 沙海 沙海 如蓝 冰雪笑容 云淡 风轻 浮沉若梦 悲欢 甘胆 跑冰雪笑容 苍天彙音 把酒当歌 哇